突然就傳我然後就羈押 然後我們交保他就隔天抗告 馬上又進去 莫名其他就關了一年 原航董事長張剛偉被羈押 禁見將近一年 交保八個月後 首度出現在媒體鏡頭前 批評民航局撤照違反 為什麼要對我們追殺 只因為一個小廚師 就廢照 希望能夠跟民航局和解 那也不希望國賠 雖說不希望走到提國賠這一步 但外界解讀 張剛偉想以戰逼合 人航2019年底 吳與錦停飛 隔年1月 民航局撤銷營運許可證 收回航權 交通部蘇院委員會曾認定 程序不服撤回處分 但民航局補證後 交通部就正式對遠航廢照 只是張剛偉緊咬 程序有瑕疵 今年1月對交通部提行政訴訟 11月24號將再開庭 如果不讓航付飛 12月13號前 就要申請50億元的國賠 沒有什麼護照的問題了吧 已經撤照 這就是事實了 如果他要認為要怎麼樣的處理 就是他的權利 在庭位之前 他一直說有資金 只是說不能說明 所以這一塊 可能就要由他來確認 遠航律師說 目前公司禁止 還有十幾億 並沒虧損 當初只是資金有缺口 才跳票2000萬 而董事長張剛偉 也再度掛保證 有金主想投資 初期大概只要10億左右 就可以回復營運 在航空公司來講 10億是很小的一個數字 如果覺得我不是任 我吃董事長也沒有關係 遠航復照還沒個譜 但張剛偉已經先有規劃 希望付飛先貨運再客運 但這一切還是得交由司法 另外遠航也還有七架飛機 停在國內三座機場 民航局希望遠航先處理完 再來說 TVBS新聞 戀愛南洪峻瑋瑜無期 SNG要主題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